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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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UKAR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藉著光陽在發表55週年的媒體記者會的時候呢 他們同時推出了全新的名流125 這個名流125跟之前的名流 確實是相同的名字 不過呢在光陽這一次全新車當中 他做出了完全不一樣的定位 以前的名流設定上是屬於頂級車款 這次呢做出的則是屬於比較一個中階的車款 這樣子在整個設定上面來說 更符合現在主流市場上的需求 所以在車價部分的話 入門的古煞版本是61600塊 然後最頂級Noodle導航版則是68600塊 另外就是在這一次的新車上市的時候 他還有推出一個促銷 那這個促銷最高的補助有到12000塊 也就是說如果你買古煞版最低只要49000 不到5萬塊就有了 好那接下來仔細介紹一下名流這輛車 那這一次呢名流造型 他跟以前我們習慣的那種斜板啊 整個方方正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變得屬於比較現代化造型 那麼我們從前面開始看起 剛剛有講到古煞跟Noodle版 其實他中間還有一個疊煞版本 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古煞版本的話 他前面配的就是古式煞車 碟煞就是配碟式煞車 Noodle版本則是碟煞版本 在增加Noodle導航系統 這個導航就是在儀表版上面 那這一個系統呢 他的切換功能是坐在右手邊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灰色跟橘色的鈕 你可以上下切換介面 下面可以看到是時速表 然後他還可以切換成時間 然後如果你手機有連結的話 你還可以跳出手機的訊息啊 譬如說LINE的訊息 另外有趣的是 這個儀表的桌面是可以個人化 所以你可以上傳你自己的大頭貼啊 或者是哪位美女的照片 都可以在這上面來做變化 所以整個來說是相當個人化的 但你沒有辦法跟汽車中央娛樂系統比 但是我覺得在整體功能來說 他是一個相當實用的設計 中間這邊呢 這一次名流 因為他整個設定上 是屬於一個實用的車型 所以他設計了很多掛鉤 譬如說像前面的掛鉤 這個是一定要的 然後在椅墊這邊也有一個 所以譬如說你要購物啊 要買東西 你可以同時掉很多的購物袋 那另外 在車廂的部分 這個車廂真的有搭 那他這一次提供的是 33公升的平整化車廂 那根據他的數據來說的話 可以放下兩頂四分之三兆的安全帽 所以在整個使用上面來說 即使是譬如說像兩人要使用啊 根據我這樣目測這個空間 你除了兩頂安全帽 你周遭還可以放譬如說像雨衣啊這些 整體來說使用上確實會相當方便 那麼在椅墊的部分呢 他這次做的是一個加常型的椅墊 因為畢竟125的車型在乘坐雙人的話 其實你會覺得有點局處 當然兩人抱在一起騎車是感覺很甜蜜啦 但是還是沒有那麼舒服 這一次光陽他提供這個加常座點 讓你在乘坐上除了前座以外 後座也同樣都可以有一個很充足的空間 譬如說大家可以看我們現在這樣一個比例 很明顯的你可以看到 後面其實整個空間都還是相當充足的 而且他的高度差沒有那麼大 所以即使是上下車 對於年紀比較大 甚至是小朋友 整體來說都會變得更加輕鬆一些 那麼當然像飛軒踏板啊這些 現在這些車子一定都是會有的 然後他是說 這一次光陽在這邊做了一個重新的設計 所以你在使用上來說會更加的方便一點 那我覺得這一次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他們在名流中柱上面做了一個改善 大家都知道 立中柱對於 譬如說像女生啊 或者是說老人家 會是比較辛苦的一件事情 那這次他設計了一個省立中柱 那我剛剛這樣子放下來第一個感覺就是 他其實不像是傳統的中柱 整個立起來之後後輪會拔高很多 他其實整體的高度還是非常低的 所以相對來說 譬如說我在立車的時候呢 就比較不需要 花那麼多力氣去把車子往上抬 甚至 真的很輕鬆 我直接這樣踩下去 他就可以立起來了 他這顆125級距的引擎 擁有8.8匹馬力 不過比較特別的是 這顆引擎它的重點並不是你多有力 而是它非常的省油 根據它的一個油耗表現呢 它平均每公升可以跑53.8公里 這確實是相當驚人的一個數據 這靠了很多新科技 譬如說它的全新設計的一個曲軸活塞 然後一直到傳動系統 當然傳動還是配CVT 但是它的皮帶配的是雙齒型的皮帶 所以在整個動力損耗上面 會比起舊式的CVT 還可以再更有效率一點 所以在整個省油表現 當然是這一輛車 它應該要有 而且是大家現在最容易關注的事情 那剛剛我有提到名流125 它這次是採用一個實用的設定 而不是像過去一樣 是一個頂級旗艦車型 這當然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現在125的主流消費市場 都是以這樣子一個實用車型為主 像剛剛在簡報裡面數據提到 以整個台灣機車市場來說 2018年整個機車市場銷售了85萬5000輛機車 這其中有43萬輛是125速克達 125速克達當然也有分很多種 譬如說像運動型速克達或實用型速克達 那在實用型速克達 則是銷售量高達24萬 所以在整個銷售佔比當中 實用型速克達 是現在各車廠一定會主推的主流 也因此這次名流125 它會做一個實用型的設定 那麼當然 實用型的設定跟過去的名流 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車子總是會進化的嘛 所以對於名字來說 我覺得相對來說 你比較可以去忽略它 更應該要在意的是 這輛車究竟適不適合 你在平常市區代步的時候使用 就好久了 然後到達至少 在超級歐洲 你的意思是 在這個身上 你的意思是 是 看起來